NBA修赛季实在太漫长了每天最轻松,的时候就是看到那句,又水了一天这真的不能拐圈主,你看NBA的剧情也是悬得无聊,纷纷盖写了副业就连NBA的现役第一人詹姆斯,也苦恼于没有正式的来球比赛,和他只好打起了棒球。 美国媒体Overtime还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他打棒球的视频这姿势可以说是相当大,专业了勒霍朗大里有乔达哪里就有我詹姆斯果然名不虚传不吹不黑,詹姆斯打棒球的姿势和卖低,乔达必如何,在詹姆斯以身作则下,胡人类MVP下季联赛哈克也改行打起了高尔夫球这个年轻人也是膨胀的不行他,在INS上发布了自己打棒球。 卡钢尔夫的视频,还写上,年轻的老虎舞姿可以啊,胡人果然是一只藏龙卧虎的球队另一个詹姆斯。 人唱小詹姆斯的字姆哥也开始改行了休赛期,他竟然练习了拳击而且,字姆哥在INS上发布他练习拳击的视频并写道,只是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事物。 第一节全机课,不开玩笑,你总算明白字姆哥在五年时间变大,那两圈了吧平胸而论,以字姆哥这身板着肌肉针,担心字姆哥全力一击就把教练队料到了小学生库里眼开。 时不误正眼了外号,人类面扣精华,得他竟然练习了扣篮,他还在INF上发念了一段自己空接报扣的视频不吹不黑,这个空接报扣,真的吓到我了他怀,说。 在此前的训练,他还完成过被身挂框扣篮搞真,圈主看过户里里天哥人报扣,不过是这样的这个被身挂框扣篮真的想象不出来不会是这样的吧。 感谢观看